嗨大家好这支视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11月份比较爱用的一些东西 然后其实很多有一半大概一半左右吧 算是我之前买到的然后这个月就特别爱用的一些东西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新收到的一些东西 就是一些新品还有一些我自己新买的一些东西吧 其实比起彩妆跟护肤我觉得我最爱最爱用的是这款香水 是这个Dior的Dior Addict 这个是2号 然后这款淡香水 然后它这款香水我第一次见它是我表姐以前有在用 然后就觉得味道真的很好闻 然后今年3月份回家的时候就是我姨有送给我这款香水给我 然后他说因为这个味道好像感觉太年轻了 它不适合它用 特别的小女生也不能说小女生 特别的小女人的那种感觉 它不是说完全青春的那种 就是怎么说甜甜的那种水果香吧 而是有很浓的那个花香混在里面 可是还是会有比较稍微活泼一点那种感觉 不是那种就是怎么说特别成熟的那种那种味道吧 反正再用的朋友肯定理解我在说什么了 那我觉得这款香水是非常适合秋冬来用的一款香水吧 从今天我收到它开始几乎没怎么用 我一直在用其他的香水吧 因为香水有很多 但是最近开始就比较迷恋这款味道 就是要比起我之前用那个克勒伊那款香水 用起来感觉还要好吧 那款香水就比较适合春天的那种氛围 然后冬天的时候我现在就比较喜欢用这款香水 就真的是每天都有拿起来在喷 然后就算我自己在家也是 我可能洗完澡之后就会稍微喷一点在身上 就是会让我心情变得很好 所以真的是这个月特别爱用的一款小物 然后接下来接着讲身体上用的东西好了 身体上用东西还有这款身体黄油 然后这款身体黄油之前我应该也有在视频 购物视频里分享过它 然后它是这款摩萝卜坚果油的这款身体黄油 然后我也用了用了很多 它这个味道就是非常的怎么说呢 坚果的味道吧 就是有点像杏仁的味道 然后用在身体上之后 它就味道就不会那么的强烈 但是但是它真的特别特别的润 就是整款身体黄油这个系列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怎么说特别适合干性皮肤的人在秋冬来使用 尤其是东西这个异常干燥的季节 就是说你洗完澡之后 想擦一些特别润的一些身体护肤品在身上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首选是这个身体黄油了 就是在看起来我皮肤真的是特别干的一个状态下的话 我就会拿起身体黄油了 接下来跟大家讲用在脸上的这个护肤品好了 护肤品其实我最近在用的东西变化很大 都在用一些新的一些产品 然后相对的在我用的这些产品之中 我最爱的是这款眼霜 然后它是这个高利亚娜他们家之前 分享给我的这个BioCourse这款眼霜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套装 但是其他那两款产品 我觉得到现在用完的感觉就比较 还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感觉吧 但是这款眼霜就是给我的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好 就是用到现在快两个星期 用完的效果就是我觉得我眼睛周围的皮肤 就是看起来没有那么干燥 而且真的是细纹有减少很多 就是用跟不用的效果真的是差很大 尤其是在我每天化妆的时候 如果我用到这款眼霜 就是化完眼妆就是上完底妆之后 就觉得眼部周围的皮肤看起来就是很好 很有光泽感很有亮泽度的那种感 然后相对的它也不会让我的眼周长一些什么脂肪力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乱七八道的一些副作用就不会有 就整体感觉真的是非常好用的款产品 接下来讲到这个两款是这个眼妆的产品 然后这个月是真的是特别爱用这种液体眼线液笔 然后之前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用眼线笔类的 就是胶状眼线笔类的那种产品吧 因为用起来真的是很方便 可能画上一笔就觉得差不多了 然后因为熟到生巧嘛 就比较省时间 可是这个月因为偶尔用到的眼妆的颜色会比较深 今天用了也是深棕色的 然后之前用到的一些眼妆 像这款眼影也是 它是这种亮片非常重的这种眼妆产品 所以我觉得搭配这种液体眼线 其实眼皮它就是 一是特别的防水 而且它这个笔头特别的细 而且颜色也够黑 就是非常非常适合和深色眼影来搭配着用的一款眼线笔 就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这四季节 我觉得这款眼线笔都是非常合适来用 如果说你真的是找不到一款好用的眼线液笔 就是你用的眼线笔都不够防水啊 或者是不够黑啊 或者是容易脱妆之类的 我真的建议你试试看高利亚娜这个品牌 它这个品牌真的是很好用 反正在我收到它们的所有产品之中 这款眼线笔算是属于一双好用的一款产品 眼影 这个眼影是 阿迪达他们家的这个Shine Fix Eyes 是这个带亮片的眼影 然后这个颜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我之前应该也有跟大家分享过其他两款颜色 就是我之前有用过一个偏粉的颜色 和偏淡金色的两款颜色 然后这款它是 我该怎么形容它呢 它是有点橘色的那种感觉 有点红棕 有点偏珊瑚橘 然后就是很好看的一个颜色吧 给大家试一下 就是非常非常的适合这个节假日使用的一款眼影 然后它这个亮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闪 就是在灯光下它就是很好看 是一个很适合party妆或者是聚会妆用到的一款颜色 跟这个怎么说它这个亮片感觉的眼影吧 接下来又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用在嘴唇上的这款产品 虽然我今天用的不是它 但是之前我有在一支视频里用到它 就是那个周末 GET READY WITH ME那款视频里面有用到它 然后这个是异地之乌他们家的这个 Dear My Wish Lipstock 然后这个系列 然后应该是 Crystal 就是FX5和里面那个小女生Crystal 它代言的一个系列 就是里面的这个PK001号 应该是 PK001这个粉色 它真的是非常好看的粉色 但是视频里因为我有调亮度 所以可能视频里看起来颜色比较亮 但实际上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的粉色吧 它这个粉色真是不是那种特别 让人觉得乍眼的粉色 而是很适合日常来用的那款粉色 用在嘴唇上真的会显得整个人比较白 而且就显得比较可爱吧 这个颜色是很适合大学生朋友 跟上班族朋友用的一款粉色的唇膏 接下来要跟大家讲到的是一款新品 然后首先是这两个比较大的 这一款套装 然后是这个洗头发用的一个套装 然后我是怎么知道这个牌子呢 是我一个特别好特别好的一个 我的闺蜜 我的人生闺蜜 现在几乎已经可以算是 我的家人的一位朋友 从小我们两个就认识 然后一直到现在都经常有联络有来往 就是之前我上次回家的时候 经常提到的一位朋友 然后他现在在做这个品牌的这个代理 然后他想说 想让我试用看看这款洗发水的感觉怎么样 然后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反正我自己现在在用这个就是洗发水嘛 洗发水每天都有在用 然后护发素几乎都是怎么说呢 护发素就大概两三天用一次这样 因为平常我自己也是不太用护发素的人 感觉也还OK 但是这个洗发水现在用了能有四五天左右吧 就暂时还没有什么副作用 就是感觉头发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因为本身我的发质其实还没有那么的糟 所以它的这个洗发水的效果也没有让我头发变得更糟 就是暂时还是一个比较好用的一款产品吧 目前为止就这几天的感想 新买到的是这个润唇膏 然后是一个就是贝德玛的这个润唇膏 其实润唇膏我自己有很多 但是就想找一款比较方便好用的这种润唇膏 润润的稍微高一点的这个润唇膏 就我用的程度来讲其实我已经用了很多了 然后它这种是完全白色半透明的这个膏体 然后它用完的我喜欢的地方 其实一是平常在化唇妆之前用到它 它会让我唇妆的这个效果看起来更好 另外就是我觉得在晚上用它之后 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嘴唇的一个效果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我有跟大家分享过一款爱莫莉的那个唇膜 就是圆筒的那个很就是用回来感觉很黏的那款唇膜 就是它这款润唇膏跟那个唇膜用完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它本身其实是润唇膏 但是它用完就会有用过唇膜的那种效果 所以我自己真的是 虽然这是新品吧 但是我觉得是值得拿出来讲一讲 跟大家分享的一款产品 然后接下来新买到的两款产品是这个指甲油 然后因为现在快圣诞季了嘛 就就除了 大家可以看到身后这个圣诞树就被我装饰的已经差不多了 我觉得刮了一些一些小装饰上去之后 它就更像一颗圣诞树 然后就为了迎合这个气氛 想说买一些新的指甲油来用 然后买到是这个Air Girl这个品牌 它是Olivian专卖的一个品牌吧 应该还是 我也不知道 反正是药妆店里有卖的一个品牌 它这两款颜色 一个是这个银色的这款亮片指甲油 然后另外这个它的底色是黑色的 可是里面是这种金色亮片的感觉 就是非常适合节日来用的两款颜色吧 我现在手上有涂一层这个颜色 就是我现在涂的这个指甲是这种渐变的亮片指甲 然后上面有涂一层这个指甲油 是跟其他的颜色 其他的这个亮片混在一起涂的 就感觉还OK 是非常非常亮 有种那种 那种下雪的那种感觉 追求那种下雪的感觉吧 就还有开始过节的那种感觉 然后自己也买了一棵圣诞树这样 如果大家想看我怎么样装饰这个自己家的话 买了什么一些 买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圣诞装饰品的话 我会另外再做一支视频分享给大家 如果大家想看的话 请大家留言告诉我 我会另外再拍一支视频 就是跟大家分享了 还有就是一直有在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比较爱听的歌曲 是有这么棘手了 我自己也是跟大家讲过 我有用这个QQ音乐 最近有在用这个QQ音乐来听歌 因为这个QQ音乐 它这个手机软件好像真的比较省电 因为之前我用酷儿的时候真的很费电 大概听个不到一个小时 我的电就会掉一半左右 就真的很费电 可是QQ音乐这个它真的是比较省电一款 就是手机软件嘛 然后首先比较爱听的是最上面这一首日语歌 对这首日语歌 它的中文叫圣诞歌 然后它这个组合是一个摇滚组合叫back number 是日本的一个组合 然后我知道这首歌也是通过那个电视剧的关系 有在看《山下之酒》跟《石原》里面他们两个演的那个《招午晚酒》那个电视剧 然后里面的主题曲就是这首歌 虽然它这个电视剧跟原作感觉可能差别稍微有点点大 但是其实上大体的主线故事主线差不多嘛 就看起来就比较有趣吧 接下来比较爱听的歌曲它是属于一个专辑里面的 就是我这个月真的特别喜欢的一张专辑 就是古剧机游戏机这张专辑 然后这张专辑是很久很久以前 应该是我来韩国之前吧 是真的出了非常久的一张专辑 但是是怎么说呢 古剧机是我本身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然后他的歌大多数我都很喜欢 但是特别特别的喜欢他这张粤语专辑 就是整个他所有的这张专辑里的歌曲 都是都是我的菜 就很神奇 是我自己真的个人来讲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些歌曲吧 然后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网上听一听 他这张专辑里面虽然是粤语歌 但是整个听起来感觉非常好 OK这个月就是让我来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么多 虽然产品里面很多都是合作收到的一些产品 但是我现在真的用到的产品都是怎么说呢 比较多吧 大多数都是之前收到的一些产品吧 所以在用的时候也发现自己好用的一些产品 然后在这视频里分享给大家 真的希望大家不要介意诸多谅解 然后下个月 反正12月份我的计划也真的很多 也有很多事情还要需要去完成处理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果 然后之前也有跟大家提到我想做这个就是私人导游跟这个代购的事情嘛 然后还在慢慢的计划中 我不可能说今天开始明天就马上去接单啊 或者是买东西啊怎么样 我需要一个详细的计划确定这件事情可实施之后才会有具体的一些就是消息跟大家再说吧 11月份过的真的是神速就是超快的这种就一眨眼感觉10月份就没了 然后今年也是虽然可能今年我的整个生活做些变化就比较大 也感觉真的是过得相当的快一年嘛 然后马上就要12月份了嘛 就抱着一个呃辞就迎新的心情 然后呃过一个愉快的年末 所以不管你是住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 都希望可以健健康康 然后开开心心 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些视频 记得点赞咯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